在從前兩天住政指揮中心 因為他苦後讓華東縣苦後兩小時 就讀完稿就走 那被逼是人血 假設他是從複選行程趕來 你怎麼看他目前是在被逼 好像都在毛複選行程這件事情 複選行程是一定會有的啦 不過是這樣啦 這個我就要抱怨了 每次都打我什麼行政不中立 什麼不專心施政 奇怪我看整個中央政府還沒有幾個在辦政事 不過他覺得是這樣啦 面對這種天災還是盡量啦 就是說那你為什麼在人家等兩個小時 講完話好歹也讓人家發表一下意見 吐口水也好 不然吐苦水也好 有時候人在就需要安慰 怎麼會這樣 老實講我也覺得蠻奇怪 怎麼會 幕僚座位太差了